省长道格福特在今天召开的例行新闻会中被问到 面对个案数目增加 省府是否会把多伦多和沃泰华推回到第二阶段 多伦多和沃泰华两个城市内45000份餐饮业工作将会危在旦夕 福特表示非常体谅餐饮业从业员 他们辛苦工作赚钱养家交房租 他暂时不会考虑重回第二阶段措施 首席医疗官威廉斯医生表示 现今考虑第二阶段并不成熟 他还表示暂时未有计划关闭学校 和把部分地区重回第二阶段 省内有部分人刻意逃避省府推行的防疫措施 包括外出时留下假电话 甚至留下道格福特的电话 令卫生部官员在有需要时无法做出追踪 对此道格福特表示失望 指这帮人无视大部分省民的安全 又指他们应该到医院的深切治疗部 看看那些带着呼吸机的病人是如何挣扎求存的 病人家人焦虑地在走廊上等着 还有这些人也应到长期护理院 看看那些个人护理员如何冒着生命危险在工作 最重要的是 99.9%的省民并不认同这些人的所作所为 安省首席医疗官威廉斯也认同道格福特的说法 表示对这些人的行为感到极度失望 他还表示 即使有效的追踪对控制疫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此外 道格福特也重申 威廉斯今早所公布的疫情预测模型 只按照现在的走势到10月的前两个星期将可见每天新增病例1000宗 他还指第二波疫情初期时 患者主要是在20岁至39岁的年龄层 但如今的趋势 新增病例开始在所有年龄段分布 目前需要深切治疗的患者还不多 星期三的数字是30人 不过专家称 如果深切治疗人数达到350人 医院将难以维持正常运作 今年4月 安省的预测指出 按政府和公众的表现不同 疫情的死亡人数可从3000人到15000人不等 联邦公共卫生局上周发布的模型预测结果称 如果现有轨迹不变 到10月上旬 加国死亡人数总数可达9300人 加国死亡人数可达9300人